大家好,又是Hey Channel的Ryden 今天有少少鼻塞的說話 就會慢一點 讓大家聽得清楚一點 好,我想介紹一個人 給大家認識很久 這個人在 無論在廁所、廚房 甚至在一些重要清潔的日子 都幫了不少 他就是 激樂軍 這班就是激樂軍的軍團 看看,多有趣 分享一下激樂軍 究竟是甚麼來的 大家可以跟畫面感受一下 他是一個軟綿綿 好像海綿那樣的東西 激樂軍 又很輕的 沒走 很輕的 他有調裝 和粒粒裝 你就可以用Cutter 去切開你需要用的形狀 那粒粒裝 一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跟著每次的使用量 去用這個激樂軍 激樂軍是超好方便 超爆方便的一個清潔用品 大家可以聽一下 激樂軍的面 其實是很粗的 有點像海綿寶寶寶 其實他是一個水溶性的沙粉 如果你開始用激樂軍的話 你買粒粒裝是我建議的 因為你可以很容易控制他用量 他一碰水就會開始有少許用了 所以如果你整塊一起用的話會浪費的 清潔的時候最重要是用這個大面積的表面 怎樣用才是最好的呢 我們就用Cutter 去割開 我們需要的份量 不用那麼多 少許就可以了 一個一片的形狀 我們主要是用這個面去清潔 旁邊都可以的 不過辛苦些 因為它越用越細小 好像刷子膠一樣 那我們就現在去體驗一下激樂軍怎樣用 因為要示範的關係 我真的為大家準備一個非常髒的水龍頭 去顯示一下激樂軍的威力 試一下究竟激樂軍怎樣用 示範一下 首先就要濕少許水 濕少許水在上面 我們就用激樂軍放進去 刷就開始 好像刷子膠一樣刷的 你會見到這些髒的東西 就已經在激樂軍上面 對啦 濕少許水 其實你已經看到 它已經變回 髒前的狀態 令流流的狀態 我給大家看看 其實大家多用一會 我的激樂軍是用到這麼薄的 你會見到很多舊的織 都可以很容易去掉 它不止金屬 就連我們星盆的邊都可以的 都是溫濕少許水 油擦 是超級方便 又容易清洗 倒一會兒水 再抹乾它 立刻拎好 然後再加上暈石 都可以 我用到這麼多的 激樂軍就只剩下這麼小 你只要散到滑滑滑滑滑 你會感覺到的 其實你自己 然後你抹乾一些水 其實那個激樂軍就像新的一樣 還有鏡面 一樣可以的 剛才那個激樂軍就用完了 我用了切片 用過一塊新的 激樂軍吸少許水 有水的 有水在當中 有水的 可以開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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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抹乾的 大家看看 好,抹乾了水之後 你會看到一塊鏡 好像新的一樣 對比剛才骯髒的情況 真的差很遠 如果大家覺得我拍的影片 是有趣 還有對大家有用的話 歡迎大家去like我的影片 以及去subscribe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 激樂軍 拜拜